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現在差不多下午的兩點鐘 豬仔剛剛有幾個錶迷上來支持 很感謝他們 今天趁著兩點半前 沒有錶迷之前 豬仔介紹今天第二隻要介紹的手錶 之前久一點的錶迷 如果看了我幾個月的影片 他應該會看過我介紹這隻手錶 是一個精工的豬仔盾牌 灰藍色錶面的Dayday 當時很多錶迷買不到 因為這些停產款的 那個翻貨的數量都很有限 因為始終買一隻少一隻 鏡頭前面這隻就是灰藍色的放射性文的Dial 你看到我撥開那個指針 看到12點位置有那個 SEICO的盾牌 看到嗎 有一個精工五仔盾牌 SEICO5 做了特製的字釘 拉近鏡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到它做了特製的字釘 一個金屬的特製字釘 12、69 沒有3 因為3點位置變成白盤黑字 日力槍 而黑度也做了很特製的字釘 你看到除了一些數目指 是金屬的字釘之外 其餘黑度的部分 都是做了很特製的字釘 很立體的 針形也很漂亮 一個尖的劍形的針形 就是一個有夜光的 時分針和黑度 都是有夜光的 夜光很亮的 都非常亮的 夜光很亮的 夜光很亮的 你看到六點位置寫著 自動的21Jeris 接著有一個日期 星期很特別 星期就是 這個顯示 做了一個橢圓形的 很少見 傳寫的英文 還要橢圓形的 白盤黑字 都很清晰看得到 你看到那個字 都很清晰 很立體 再加上三點位置 就是一個白盤黑字的日力槍 比例都OK的 開得都很清晰看得到 那個數目字 我喜歡它第一傳寫 第二 它弄了橢圓形的復古感 很強很特色 都是六點位置 大家都看到 7S26的機心 都是用的 7S26的機心 當時很多錶迷都喜歡這隻錶 但是 朱仔就 翻不了那麼多貨 終於 幾經我的採購團隊辛苦 找到這個 翻到貨了 好了 近鏡看完 就是 錶關位置 就藏了 放在這個四點位置 這個做了一個拉推罐 50米的防水 就沒有做到螺旋式鎖錶關 7S的機心 大家都知道 應該是 21,600的震頻 就沒有手上發條 全自動的機械錶 對 星期加日力 動力儲能達到40小時 錶圈錶腳位置 做了光身拋光 近鏡可以看到 而這裏就沒有耳蓋 錶帶是一體化的 大家拉遠一點給大家看清楚一點 很漂亮 灰藍色的Dial 這個顏色都比較少見 拉遠一點 跟大家繼續講解一下 這隻手錶就踢起之後 沒有停秒功能 7S機 向上轉動 向上轉動 就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通常我習慣 教到六、七點這些位置 然後才教那個星期日力槍 確保機心不會損壞 向下轉動 星期半格半格跳 你看到星期三、星期四 都是傳寫的 星期五、星期六 都是傳寫的 英文 非常之特別 還要放在六點位置 星期一般都是黏在一起 放在三點位置 最多都是放在十二點位置 但放在六點位置都比較少見 還要用英文傳寫 少之有少 半格向上 教日力 輕微的聲音 都是一格格跳 手指頭都感覺到一格格跳動 沒有手上法條 做普通的拉推罐 教完之後按進去就可以了 錶帶就是一體化的錶帶 戴上去沒有耳蓋 就比較貼手 有好有不好 好的就是它比較貼手 你就不會有少說起 二就是它不好的地方 當你再想換另一條錶帶的時候 就比較困難些 或者要付出多一點錢 因為一體化的錶帶 都是比較貴的 好了 錶帶就是用了一個鋼片帶 不鏽鋼片帶 鋼片帶 鋼片帶 這裡左右兩邊都做了光身 中間做了拉絲 都挺漂亮的 好 先看看錶扣 錶扣 朱仔很喜歡 就是一個不鏽鋼的拉絲花紋的錶扣 上面就刻有這個 SEICO 5個盾牌的標誌 摸下去 摸下去 應該是壓衝技術 打開之後 就用了一個銀色的薄橋 光身的薄橋 先看看錶底 雖然是一隻便宜的精工 但是它也是做了螺旋式透視的底蓋 它是日本基森 Case in 裝陷 就是在中國裝陷 7S26的機森 一個螺旋式透視的底蓋 Water resist 寫著 都挺漂亮的 質感 整條帶 它比較厚 都紮實一點 有感覺 試試戴上去給大家看 這隻錶的錶徑 就是昨天有錶迷留言 可不可以介紹多些37的機森 37的直徑的錶 豬仔推介這隻就是37mm的直徑 而厚度就是11mm的厚度 37mm的直徑 脖子也不大 因為它沒有耳蓋 量一下脖子給大家看看 脖子就是43.5mm 整隻錶都比較小 如果改了錶帶很貼手 因為它用一體化的錶帶 你看到 這個位置比較貼身 整隻錶也挺漂亮 真的不錯 豬仔推介多少錢 說到尾就是多少錢 豬仔推介一隻 SEICO的舊裝 舊Logo的盾牌 D-D 868元 跟之前一模一樣的價錢 868元 有盒子和說明書 保養 好 喜歡這隻錶的錶迷 可以怎樣做呢 在手錶的概括內容下方 有豬仔WhatsApp電話 可以WhatsApp給豬仔 也可以 打給豬仔也可以 告訴我 你想在佐敦還是黎智哥店 好不好 豬仔有五隻現貨 有六隻的 但有一隻是有錶迷訂的 所以有五隻現貨 如果有興趣的錶迷 就盡快聯絡豬仔 WhatsApp也可以 打電話都可以 喜歡這條影片的錶迷 怎樣做呢 記得給個讚好豬仔 讚好豬仔 好嗎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鐘仔 訂閱支持豬仔 好嗎 好了 最後看看細節的位置 多漂亮 第一個錶面 第二就是 它做了一些黑道位 都是很立體的 很突兀的 喜歡這隻錶的 不要坐過我去推介 我們下集見 多謝